哈囉大家好,我是屈雲 那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 我的偶像情人特別轉蛋 那這次的話是把這個日版的情人節活動 是幾乎是整組搬過來 然後現在的話他們還有講說 偶像Ver、華倫、海樂跟庫倫 現在還沒有特殊雷射擊語音 然後之後兩三個版本會加入指效果 那可能應該是程式碼的東西 沒辦法現在馬上就把它弄進來 所以現在不會那麼快就用了 所以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下 好然後的話這次的BGM 他們是有專屬的BGM 那到時候可能會再貼一個網址給各位 讓大家去聽一下他們那個BGM是什麼 但是我記得那個庫倫的主題曲是8888 哎大家都知道8888什麼東西 好我們就不理解啦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回到這個 這次有秀租機率出現的角色 那這次的話一樣也是有保底 G10連保底會保證一名 2020年的情人節活動C65角色 那就是有庫倫 然後華倫海樂 然後還有巴德跟布爾 那舊的話 女僕的茄莉月茄莉萊跟布爾福特 都有機會出現 那這次的話一樣也是 守10連是25顆石頭 那70抽必一隻 然後200抽是天井 所以你最多可以抽400抽啊 600抽啊800抽啊 但我覺得200抽就差不多了啦 這個持之機制不是覺得那麼需要拚那麼多 好那我們就來開始講囉 那庫倫的話是學術儀文均橫行 三圍是6520 56284667 大型雷射很重 5回合濾轉自身C珠大掉落 然後機率掉落前頭角色C珠 黃屬性攻擊力防禦力提升2140 那CD回合是10 CGL的話是單體激烈傷害 4回合黃屬性攻擊力回復力提升50 Fever能量調提升 被動1的話是破傷跟破障 貝動2的話是Fever發動時自身技能回合收到2 被動3的話是1回合破壞15顆以上 C珠黃屬性角色給他支柱加2 被動4的話是冒險開始時學術跟UN的角色縮短3 然後自身技能回合縮短7 好然後 基本上我覺得說 這個的話是說他有點像是超火力的角色 那主要還是要看一下他的機率掉前頭角色C珠的機率是什麼樣子 如果那個機率也很好看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 有機會 可以跟 文才神一樣傷害一下子 這個火力平衡 因為其實如果說 這個屬性效率不錯的話 那傷害其實會很漂亮 那基本上我也覺得不太需要兩隻 你只要有辦法掌控好開Fever的時機 我是覺得應該是可以在5回合後就可以直接開技能 就不太需要說 欸...你...要... 呃...兩隻啦 我是不太覺得他需要到兩隻 你一個隊伍裡面放一隻就差不多的傷害了 就是...而且CG有提供Fever能量的提升 我想說只要配個... 呃...配個...可能...還是配個阿薩托斯吧 欸...阿薩托斯是永久藍轉爆戰的情形下 基本上我覺得Fever要拉滿是相當容易的事情 然後...他也可以掉落前頭角色C組嘛 那阿薩托斯也可以升攻 那比較可惜的是... 呃...我覺得庫倫可能不太適合放皇帝隊 阿當然講難聽點皇帝隊是...其實是放誰都可以啦 他就是一個...外用重點器 阿放誰其實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 但我覺得可能放個... 弱爆彈的角色會比較適合庫倫 然後...皇帝的話可能就是... 你可以考慮去減CD的部分 再上皇帝就可以了 要不然平常的話我覺得 我的皇帝可能跟他... 配合不太上齁 配合不太上 所以... 我覺得說你只要...呃... 有辦法開兩次Fever的話 然後又過到下一關 其實阿薩托斯就可以直接讓你的庫倫 是隨時隨地都有技能的 就是...在技能結束後就可以再開始技能 那...被動2、被動3的話 我覺得...就被動2算是他... 搭配他的主動技 可以讓他輪轉更快 那被動3的話就是點按次數加2 那當然也是不可能... 再讓你一直...前提握手啦 前提握手太多了太熊了 所以...變成說點按次數加2 所以其實還算是一個不錯啦 你要配個點按次數加2 然後...配個握手的角色 呃...傷害就可以了 相當的足夠 所以其實庫倫來說 我覺得還不錯的 那...他...但是要他的火力前提 我覺得可能會需要個...能... 常駐弱爆彈的角色去搭配他 會有比較好的效益 像是... 呃... LSS的高海千哥也可以 那他的落爆彈方式是... 呃...被動嘛 那也是...我是覺得也可以考慮... 放上去...讓他們兩個... 在一起...的傷害啦 所以我覺得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 當然因為不是說... 阿薩托斯每個人都有啦... 高海千哥也不是每個人都有 那...可能就是... 變成說你一定要一個... 有辦法常駐弱爆彈的角色 讓他...讓那個... 庫倫的傷害比較好看一些些 不然的話我覺得庫倫... 單開效益可能... 可能還會比皇帝還要低一些些啦 就是... 可能會跟筆桿有點類似 但是筆桿的全能性... 就是...比較...還是比較多一些些 CD更短 然後... 還有一個減傷 比較不太會有暴斃的問題 好...那...我是覺得... 反正...都還有... 升功升回啦...四回合耶 所以其實是一個算是... 還不錯的火力啦 不太需要再講 好...那我們接下來講第二隻 華中海特 學術惡魔體力型 那...三回是14605 59282770 那...主動技的話是... C珠跟破壞珠以外... 轉紅跟十字型C珠 十字... 大...雷射 四回合... 藍屬性基礎攻擊力... 回復力提升50 連鎖紅色珠 那... 以...自身攻擊力10倍反擊 呃...就是全體反啦 那他這個的話就是全體反擊喔 那...C技的話是... 對於兩次是...單體超大幅傷害 然後... 兩回合藍屬性跟... 防禦跟... 回復提升 那...被動一的話是... 破砲砲 被動二的話... 欸...被動一是... 破砲跟破障礙 被動二的話是... 呃...前頭角色的發動技能是... C珠大三... 掉三顆大C 然後藍屬性點還次數價益 被動三的話是... 自身不在前頭時... 藍屬性反擊威力提升50% 被動四的話是... 自身在前頭時... 自身右敵 然後基礎攻擊力反擊跟威力提升100% 那我是覺得說... 其實... 華龍海特的話... 我覺得可能... 比較沒那麼... 好用啦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 呃...說到反擊的話 還是要看反擊隊的天花板 就是... 火盾 呃... 我是覺得說... 以一個坦克而言 他的... 疊防禦的效率... 不算太高 我覺得他疊防禦的效率不算太高 所以要彈起來的話 有時候可能... 反而會彈到自己爆炸 我覺得有可能會彈到自己爆炸 那雖然有基礎 升攻升回 然後CG雖然有升防 但是... 呃... 只有升回升防 其實是我覺得相當的... 不太OK啦 我是覺得不太OK 應該... 升攻升防還是會好一點點 因為升回升防的情形下 我覺得... 反而... 輸出手段比較... 限制 喔 因為... 說句實在話 反擊還是看攻擊力啦 那升回的話 我覺得... 是沒什麼用處 呃... 整體來說... 黃阿倫海特的話 其實是... 也是屬於配誰都可以 那他... 基本上... 也算是一個插件用的角色 所以會變成說... 他的... 上場率應該是不會太高 我覺得他的上場率其實是不會太高 那我們就快速帶過 好 第三隻的話是... 巴德爾神竹攻擊型 那... 6290... 8484... 然後4521... 說個... 題外話 嗯... 我是覺得... 巴德爾...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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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回復型比較好吧 啊本來就這個回復的啊 不是嗎 他突然變攻擊型... 欸... 有點不習慣 好... 那... 轉換兩顆黃色破壞珠 藍跟星轉黃爆彈大 一回合綠色珠轉黃爆彈掉落 然後黃屬性爆破激力強化 兩次數加一 那... C接受的話是給予單體激烈傷害 六回合黃屬性攻擊力提升50 被動一的話是破傷跟破障 被動二的話是... 若回合一回合破壞15顆以上 C珠自身 技能回合縮短一 那... 被動三的話是神珠角色在前頭時... 發動技能時... 然後全角色參加一般攻擊 被動四的話是自身在前頭 20顆愛心珠轉自身... C珠大雕 呃... 好喔... 我想一下喔 CD5如果可以每回合做到 這大概算... CD3 CD3 呃... 變相來說可以配上... 變相來說配上庫倫的話 應該是CD2到CD3之間 那其實我覺得... 變得... 還說還算可以喔 其實是還算可以 因為他自己本身也是有個 疊攻的在裡面 所以他其實配庫倫的話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你知道... 他的被動三有點被限制住啦 一定要神組角色然後又要前頭 喔... 那其實還蠻難的喔 我覺得可能... 嗯... 一個隊伍裡面大概... 頂多兩隻神組吧 那就是... 嗯... 我覺得可能有點難度 喔...這個被動三要開起來的話... 也是相當有難度啦 可能還是只有他自己可以比較穩定去攻輸吧 因為他只要開技能 然後加上他被動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穩定CD4出來 沒有問題 但是... 以搭配庫倫的前提的話 我覺得可能效益會沒有那麼好 嗯... 我覺得庫倫可能還是要長時間的能力輸出 然後會比較實際一些些 就是我可能會希望... 呃... 庫倫可以兩個回合 就可以一個落爆彈的角色去搭配他 嗯... 這個... 我們就繼續囉 那... 整體來說... 巴德爾的話... 我是覺得... 抽是不無小補... 但是... 我覺得可能上場率也不會太高 因為... 他的技能組CD5算只有一回合效益 但其實就是... 講難聽點... 還是只有一回合效益 那如果... 現在基本上都是CD6 然後要三回合啦 那他CD5只有一回合的話... 如果CD5兩回合 那我覺得OK 但是如果只有CD5一回合... 可能不太... 不太夠了 好... 那接下來是布爾 布爾的話... 學術軍混型 那... 7-6-5-0-5-0-1-5-3-9-3-0 紅轉星... 轉星型紅爆彈 兩側角色回合縮短1 一回合紅轉自身C珠掉落 紅屬性產生紅色珠點索 那CD5的話... 是給予彈起激烈傷害 三回合紅屬性提升150 那... 被動一的話是破損跟破障 被動二的話是傷害... 傷害跟障礙破壞5顆 C珠生成縮短特大 然後點壓制度加1 那被動一的話是... 被動三是... 破壞15顆以上爆彈 自身跟左側角色在前... 不在前頭也150% 攻擊力參加100攻擊 被動四的話是... 前頭角色發動主攻技能的時候 自身跟右側基礎攻擊力提升100 你知道... 其實看到布爾 你覺得我會想配誰嗎? 我會想配清水 因為其實清水就是一個紅特大UP 然後紅特大UP的話... 就是... 一堆紅族嘛 但是你清水就一定要先炸掉一隻 然後把那些... 呃... 5個紅爆彈弄下來之後 C珠爆彈弄下來之後 再開布爾 那個傷害才會比較好看一些 因為... 基本上... 他這個就是一個 需要竹珠大UP的角色 那... 現在目前來說 我記得轉換率... 掉落率最高的應該... 還是是清水主持 所以其實布爾配清水主持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 我是覺得因為清水主持 自己本身是有參與攻擊 所以我覺得... 清水主持可以放在布爾的右側 那布爾左側的話 就可以放一些比較... 輔助傷害痛一點的吧 那我覺得有一個不錯的選擇 就是... 火女王啦 火女王也是一個可以的選擇 因為火女王是兩回合 紅機率轉... C嘛 然後布爾是一回合紅轉C嘛 我記得清水主持的紅超大調是三回合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剛好可以均分 均分掉清水主持的三回合效益 然後又可以再幫他減C呢 所以清水主持算Cd6 然後女王算Cd5 然後... 我覺得最後一隻頭的話... 應該我會建議破窮騎吧 因為... 就會... 都會破傷 那我們就等待女王上修吧 因為日版的女王修到最後是變成是... 破砲砲跟破傷害 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配女王... 等女王上修之後這個... 這個配置的話 其實算是一個... 還可以的選擇 那... 也布爾是一種... 有趣的... 有趣的隊伍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搭配也算是一個... 還算OK的選擇 只是... 我覺得... 就是... 他說要破壞傷害或障礙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 可能要看關卡做球的情形啦 如果一般周回的話 我覺得可能... 遇不太到... 被動2發動的情況下 但是我覺得被3被4基本上都是要開啦 好 那最後一支的話是... 夢裝空間小小女僕 全數成主體力型 然後三圍是... 13230 5253 0 然後15... 100 轉換兩顆特大炸彈C珠 自身一彎護盾 三回合自身又敵 HP上限提升5000 然後HP回復5000 被動1... CG的話是自身最大HP 給予比例單體兩次超大傷害 被動1的話是破傷跟防堵 被動2的話是... 自身受到敵人傷害回復1500 被動3的時候是HP100% 自身受到敵人減輕50 然後被動4的話是... 體力型發動主動技能 體力型CG傷害威力提升1... 那我覺得這個... 呃... 我覺得這隻不太需要講他 我覺得... 我也不知道要講殺 反正就坦嘛 呃... 沒什麼特色的坦 那... 就是... 對... 對...我也不知道要講殺 好...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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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知道要講殺殺 反正他... 要跟誰搭配... 誰都不好搭... 誰都可以搭 那基本上他就是個單開技能 然後在... 大家快掛臉的時候... 去扛 不然我覺得可能... 平常的話應該也不太會看到他殺殺 好的整體來說... 呃... 偶像情人 基本上我覺得該抽的只有庫倫 跟... 巴德 還有布爾 呃... 這三隻會比較OK 其他... 呃... 華氏的話... 我看不太到他的未來 我...我真的想不太到華氏... 怎麼大家會比較有效益 就變成說他可能就是個單開技能吧 然後...去... 爭取隊伍空間 隊伍時間的角色啦 好 那... 接下來... 介紹完了這幾隻角色 好 那我剛剛也稍稍的稍稍的稍稍的 看了一下下 呃... 其實... 這幾天還是有蠻多池子的 基本上所有的活動 這幾天都還不會結束掉 喔那... 應該大家就會開始好奇啦 那我們應該要先抽誰 會比較實際 因為我的偶像情人這個... 復刻跟達爾蓮爾上修 還有出一個... 特別池嘛 那我現在在... 我現在是自己是覺得啦 就是... 現在基本上的池子就是有... 庫倫跟... 然後... 然後還有... 復刻內池嘛 然後達文西嘛 然後這個基本上我會直接直接調過 那... 魯迅這個也有嘛 這樣子 然後還有... 皇帝跟... 順這個嘛 所以基本上這樣子是有6到70可以讓你選 那基本上我的牌序會是... 以... 一個新手玩家的牌序 如果你是一個剛不噴玩家你要怎麼抽 基本上我還是會建議你先拼順 因為順基本上... 呃... 泛用性還是最高 那... 皇帝我不太建議新手抽 哦... 這個我一直都在... 我的影片啊 我的直播都講過 就是我不太建議皇帝抽新手 因為皇帝... 是相當需要背包深度的一個角色 哦... 所以... 第一個一定是先拼順 然後再來才是... 呃... 這邊的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我會排在第二名 那第三名的話... 才是... 這個... 庫倫 然後第四名的話才是... 復刻跟達昂貝爾池 那剩下幾個 我是覺得啦 基本上你只要這四個能... 都抽到 我覺得你應該... 新手前期的所有石頭 應該也炸乾的差不多了 除非... 你又要課金 你如果還要課金 來直接私信我 我再繼續教你好不好 因為這四個池子我覺得... 基本上的角色都還算不差啦 就是... 順嘛 然後... 咳... 愛因嘛 然後就... 庫倫嘛 然後再來復刻嘛 我是覺得這四個就差不多了 那...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喜歡我的分析影片的話 就按訂閱按喜歡 就這樣子喔 掰掰